好 怎麼會出現96萬的便當錢呢 好 現在民眾黨就說 一切都是會計師的錯啦 會計師又可以運錯了 但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請教一下貓喔 因為柯文哲就說了 我們仗有18萬筆啊 記錯不奇怪啊 但是這個96萬的餐費 也是在41萬以上 也才158筆而已 查了三天都查不出來嗎 民眾黨不是說他已經查好了嗎 對啊 他那個時候就講說 他們開會開兩天了嘛 對不對 陳正安也講說 他開會開了兩天 結果出來第一時間還給回應錯誤 我會覺得說 那你們到底是怎麼樣 開會開兩天是找人扛責任 還是怎麼樣 是不是 好 其實這件事情就是因為 就是上個禮拜 就是大家開啟了大查障時代嘛 大查障時代 大家就是每一個網紅啊 每一個就大家你查我查大家查 然後昨天晚上就是那個 有一個叫做那個卧草的那個粉專嘛 他們就說 他們有發現有一筆那個便當錢 素食便當錢96萬 然後就很好奇 然後就發文詢問了嘛 然後當然下午發文之後 第一時間回應就是陳正安 我覺得陳正安好像昨天直播下五六點的時候 然後你知道他可能看到以後 他也沒有查 他直接說 那可能Key錯啦 96萬 其實是9.6萬Key成96萬 我就想說 不是啊 你們查兩天賬 結果你自己還是不知道 然後還隨便亂拜一個答案出來 然後就被大家就淪為笑柄 然後結果那個許甫 跳出來了 他大概在快八點的時候 大概隔一兩個小時 他就出來發文就說 啊沒有啦 我有幫大家找到這兩筆發票啦 然後他是說這兩筆發票 一筆是那個960塊錢 一筆是110塊錢 然後Key的時候不小心連在一起Key 所以就變96萬了 然後他這樣子講 你以為這樣就可以說服我嗎 沒有 那其實像我這種無聊的人 我就去對一下他們Key的時間嘛 那確實他Key的時間是去年的9月7號 這個110塊 那另外一筆是今年的1月7號 然後Key進去我就想說 這兩筆隔了4個月 怎麼會一起Key呢 你去年9月已經Key完了喔 你為什麼今年1月過了4個月 你Key的時候 這筆發票又會拿出來再Key一次 這什麼樣的狀況啊 我不知道怎麼樣的狀況 但是他們就是用這種方法拗說 沒有啦就是去 就是兩張方便連在一起Key嘛 然後當然還有其他的問題 就是有人就問說 為什麼那個是素食便當 然後但是這個素食便當在Google看起來 就一兩年前就已經歇業了 然後所以我今天早上一大早 我就去實地現場查訪 然後我就看以後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他是同棟 然後前門賣素食便 後門賣一般的婚食的便當 所以就同一個老闆 然後他們就是只開 他們只有申請一張發票章 所以不管你是賣素食的 還是賣婚食的 都是用同一個 都是蓋這個大愛素食天地 我就 你也要了一個免用雞飯 我有吃便當 我是真的有吃便當 那你這一張是去甘媽講買的是不是 沒有 我有吃便當 我有請他 我今天早上吃的是小雞飯一百塊錢 然後他有給我一個收據 我放大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便當 然後一張收據 那我跟你講 我去的時候 我還有問他們說 不好意思 請問你們營業時間是什麼時候 他們就說 我們是禮拜一到禮拜五 六日不營業 好了 又抓到一個包了 這張是許甫貼出來的 不要說我們造謠 許甫貼出來的發票 一百一十三年一月七號 那一天是星期天 星期天 對 星期天 你不是說沒有開 沒有開怎麼填 就是自己亂填 沒有都好是不是 就問說 許甫為什麼你禮拜天 可以吃到我們吃不到的便當 我們應該 星期天 他就說他們禮拜天 是沒有一夜的 可是為什麼許甫 星期天那一天 可以買到便當 而且還有很多很好玩的 包括其他就是一些小事 就包括什麼 這邊怎麼可以寫阿拉伯數字 如果是會計看到你寫阿拉伯數字 你就整個扔回去了 沒錯 你看像現場 像今天他們實際開給我的 這是實際開給我的 大寫 就他們自己也是寫大寫 有沒有辦法 有辦法 這個是他們開的 那那一張可能就是他們自己寫的 是不是 有可能 拿回去自己寫 然後自己寫就算了 好我們知道大家便宜行事嘛 這種小事便宜行事 但是你便宜行事 你不要自己寫 連日期就寫錯阿 寫成禮拜天 你哪一天不寫 你寫禮拜天 他們今天早上開記有說什麼 賴清德跟蔡英文 也有去點那家便當 我查過了 賴清德叫便當日期 其實是禮拜一跟禮拜五 所以不是在禮拜天的時候 不是禮拜天 就只有你一個人 便當店 你可以key成96萬 可以key成96萬 然後你可以在禮拜天買到便當 那你被我們抓到 你就好好的認錯嘛 但戴宇文還在講說 科技選團隊恐怕跟賴清選團隊一樣 只是吃了便當 其他可能非我方 能代為回答的 又要扯賴清德 又要扯蔡英文 要扯上哪去 就是他們自己寫都不實阿 他不只扯賴清德 扯蔡英文 他們還扯便當店 還扯便當店 他們說我們沒有辦法代替業者回答 沒有 業者可能就給你一張蓋好張的嘛 然後項目寫好嘛 那你回去自己填 那你日期給人家亂填 你哪一天不填 填人家休息時間 填錯被我們抓到 乖乖出來道歉 許甫出來道歉好不好 就說不好意思 我們當初真的亂填 沒有喔 今天也沒有道歉喔 因為我剛剛才去買嘛 我剛剛才去問的嘛 給他一點時間好不好 對不對我們給他一點時間 因為我剛剛10點11點才買完嘛 然後才跟他確認了 才跟店員確認說 他們這禮拜天沒有一夜 那現在是下午2點 三個小時了 許甫我希望你出來乖乖認錯說你們就是亂填日期 不管接不接受他就是敢這樣講對不對 那事實上大家還發現說這個何艾婷他確實是一個人才 他不只是在進總上班 然後還在木可公司上班 那這個GF Grace還有一個爆料 是說這個何艾婷他還在眾望的這個基金會上班 就是柯文哲的基金會 相關企業都輪過一輪了 對所以這真的是一個人才 他進總也可以 然後我不知道是不是同時 如果說他是一下子進總又木可 然後還有這個基金會的話 他要領三份薪水啊 他只有領一份啊 所以應該是輪流的吧 不然就要抗議一下 我想說天啊 他只要上到三樓就是在進辦上班 下到二樓就要木可 隔壁辦公室就基金會啊 你蠻姓的是不是 對啊 你一定是壞老闆 你一定是壞老闆 你的這個壞拓了 你說你都可以這樣子 你是看錯人還是眼睛不好 你會覺得柯文哲是好老闆嗎 那我只是覺得說哇塞 這一個人當三個人用 竟然可以服務三個地方 那會過出來 我們先來檢討說 到底他的這個薪水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這個凸顯到柯文哲就是說 不管是民眾黨或是怎麼樣 他們總是民眾黨用的人 都會有一樣的問題 你看剛剛這個舉經講 所以他從去年八月到今年二月 這個短短這樣的一個時間 他總共是領了九筆薪水 然後總共total是五十一萬四百七十七塊 好那第一個問題是說呢 你有沒有發現 他每九筆薪水 你看這都是薪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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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他是誰付的 不管是木可付的或是進總付的 好就算他是進總付的 可是第一個問題我要問 就是說為什麼他的薪水都是浮動的啊 你看他第一次 兩萬一千多塊 好你可以說他因為是第一次 第一個禮拜來上班 第一個月上班 但也許沒有上滿一個月 那就給他一半 這個合理啦 可是你看他第二個月開始 就是有四萬五的啦 有五萬四的啦 有六萬四的啦 有十萬的啦 有四萬九的啦 這個是獎金不算 有六萬多的 就是我很少看到 我們一般正常上班 不是薪水都講好的嗎 我們前一次看到高宏安辦公室的薪水都是浮動的啊 助理薪水就是每個月都在浮動啊 這通常我們跟我們一般的邏輯不合 薪水落實在生活的每一天 沒有我們以前當記者不是就是你的薪水落實 就固定薪水啊 就固定啊就四萬就四萬啊 頂多就是多了一個什麼加班費加班獎金 難道他們這個就是加班費加上來嗎 有可能喔 因為民眾黨的薪資結構跟我們想像中可能不一樣 可能他們真的很忙吧 或者是他真的升遷三指啊 好 那好 這是第一個 就是說為什麼每個月的薪資浮動 這個就是好像跟一般人的常理 那也許啦 他們可能又把加班費加進去啦 那第二個又來 這個就是民眾黨的一個慣性 他們很愛回捐 壞扣了 又回捐又回捐了 這是壞老闆耶 你看啊 他就是第六筆的時候 突然就多了一個十萬塊 十萬塊他這邊現金啊 那看起來就是回捐 他這邊就講回捐 然後但是很怪喔 他回捐十萬塊之後呢 下一個月馬上又十萬九千塊進帳耶 所以等於說這個帳 這個帳就是很很奇怪 但是我好 現在我必須講 就開始見怪不怪了啦 因為難怪大家會講說 那個回捐的制度 就是民眾黨下面的人都是行之 就是行之有年 我們就看到了高鴻安的影子 高鴻安的這個助理不是通通都回捐嗎 不管你加班費啊什麼的 就回捐到你的小金庫 這是一個 我們很愛講高鴻安現象 高鴻安助理 可是第二個不要忘記 誰也回捐 端木正也回捐 記不記得端木正回捐 富邦獨董也要回捐給民眾黨 這個事情是怎麼爆料的 這個事情就是說 因為端木正他去面試 台大EMBA口試的時候 他就自己去跟老師講 因為他是做富邦的獨董 後來他這個富邦獨董的薪水 他自己承認說 他有回捐到民眾黨 結果沒想到這件事情 結果後來被簡書培議員給爆料 結果端木正去告這三個人 他去告台大EMBA的這個 告院長 會告管院的院長跟教授 還有告這個簡書培 後來這件事情是不起訴的 結果後來為什麼這件事情會引發華人 而且這個他想要告 因為他就是說洩漏各自去告這三個人 後來是不起訴 原來是說 原來你富邦金的獨董 你的薪水 富邦金獨董 我要為嚴峰 大概多少 有沒有一年 有沒有兩三百 什麼兩三百 大家外界是傳說 大概一千萬 一千萬 富邦金獨董這麼多 可以推薦我一下 富邦金的獨董 當時有九席 因為你不認識柯文哲 你來不及 我來不及 好 而且我也沒有背景 可是端木正 他說有四個人是有民眾黨的背景 而且都沒有金控的背景 端木正沒有金控的背景 他就可以去富邦金 如果說 按照嚴峰剛剛講的 如果他的那個獨董金水一千萬的話 代表說他每一年還要回捐 這是端木正自己講的 他要回捐給民眾黨 所以大家還質疑說 你這根本就是嗜庫通黨庫啊 你民眾黨推薦端木正 去富邦金當獨種 每年領一千萬獨種的薪水 結果後來你又再回捐給民眾黨黨部 這不是嗜庫通黨庫嗎 那就跟我一直來講 會覺得說你們這一些位子啊 你們這一些薪水都是我給你的 所以你回捐我本來就是應該的嗎 所以你看嘛 高鴻安也是這樣幹 然後端木正也是這樣幹 然後在現在連這個何愛婷也是這樣幹 所以有這個回捐的制度 所以我最後會覺得說 我覺得民眾黨的這個帳 或者是說 為什麼他們老是有一些帳戶不清的問題 他們就是喜歡把自己的帳目搞得很亂 難怪每一個人離開他們 到最後都是朋友怨言 那我還是必須要講 為什麼要回捐 這個要講清楚 還是說你是因為做帳 可能就個人懷義敢玩我隨喜 我想要捐住我兩個月的薪水不行嗎 我愛黨 我愛黨 就只能說他太重 每個入民眾黨的人都要有心理準備 如果你老闆叫你回捐兩個月的薪水 不願意 我只能說 人生拒絕 到他 我只能說 兩個月都不願意要兩個月 我只能說 你要去民眾黨的相關紀錄 或是民眾黨的相關紀錄 上班 你都要有心理準備 捐出你今天的通告費 不願意 太重複了 太重複了 你怎麼加入民眾黨 怎麼太重複了 就是你一定要愛這個黨愛到不行 而且你要有做回捐的一個心理準備 我們都會很強調 bridge true também 哪 siempre